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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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解释实地品的经文 那也就是来解释我们华言经里面的十句式 那在这样的解释当中呢 他就已经帮我们把如何理解华言经的经文 做了一个统设跟归纳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华言经的时候 对于经文的十句式里面 可以用六项圆融六项的观念 来看待我们的经文 可是呢这里面 有很多 让我们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那这个不清楚的地方呢 接下来有我们的第二位的主师大德是哪一位他提出来六项圆融 可以更进一步的以一个重点来理解他 是哪一位 会远大师 我们的会远大师 我们的会远大师呢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解释六项圆融 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在哪一个层次上 可以用六项圆融来解释 必须要把那个条件给排除以后 是哪一个 要排除哪一个条件 排除我们是 所谓的四项上 那这个四项上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五蕴 十八戒 还有十二入 就是运戒处 这三个大概念 也就是我们身心所要修行的 要起修的那个主体性 要把那个式的主体性给排除掉 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六项圆融 是要以一项还是以体来看待他 在体性上说六项圆融 是不是 好 那这个是我们慧远大师提出来的一个很透彻的看法 就叫告诉我们说 在事项上 还没有办法达到四事五外 那个是个别的事项都是不一样的 你要如何达到四事五外 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论远疏的路要走 所以在慧远大师就告诉我们 除事以外 以性体性来说我们可以来讨论六项圆融 那到了我们的三主 我们的二主不是三主 我们的二主 二主是谁啊 智言大师 到了我们的二主智言大师的时候 他又更进一步 为什么他更进一步的来 解释六项圆融里面的 之所以能够圆融的原因呢 他提出哪一些观念来告诉我们 智言 智言所提出的观念是什么 以哪两种概念 种子六亿跟什么 阴六亿 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介绍的 为什么要提出种子六亿跟阴六亿呢 这个是有其道理在的 种子六亿 它是我们 我们的大圣的初教 大圣的始教所提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的为世 为世所提出来的种子六亿 从种子六亿 再提出阴六亿 阴六亿 从种子六亿到阴六亿当中 这个当中的一个借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智言 祖师呢 我们的二祖 把为世中的种子六亿的概念 做了很巧妙的借用 然后来解释 如来藏元旗里面的阴六亿 也就是从大圣的始教 大圣始教的元旗是什么元旗论 我们曾经提过 我们有四种元旗论 小教的元旗论是什么元旗 十二因元的夜感元旗 大圣的始教 它就是阿赖耶元旗 也就是我们为世 现在所说的 我们的种子六亿当中的 那个阿赖耶元旗 所谈的种子六亿 那到了大圣的宗教 它所谈的元旗 已经不再局限于 不再局限于 那个 对不起 已经不再局限于阿赖耶元旗 因为阿赖耶元旗 旗的比较多是染污层面所谈 到了大圣的宗教的时候 已经提出来是什么样的元旗论 如来藏的元旗论 如来藏的元旗论 以如来藏体 是清净跟染污层面所谈的一个概念 而发展出 有两门 对不对 有两门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但是呢 到了我们华言经所谈的元旗呢 已经不再局限是如来藏元旗 提出来是什么样的元旗论 法界元旗论 而法界元旗 法界元旗 他谈到的是 所有的事事物物 无论是从性来看 体性来看 或者是说从他的事项 现实界的事项来看呢 这些都是元旗论的 都是一体的 都是无碍的 但是如何建立起 法界元旗的元旗 无碍呢 这个论述 就是从六项元旗的观念 开始建立的 所以呢 我们的二祖自言大师 他就借用了为世的种子六异 提出因六异 把这个种子六异的概念 很巧妙的把它转换成 如来藏元旗的概念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介绍的 而这个种子六异 跟因六异当中的关系呢 它是有不同的条件 所造成的种子六异 那我们请大家拿出 自言因六异跟种子六异的 这一张讲义 因六异跟种子六异的 这一张讲义 就是有那个表的 旧的 对 旧的那一份表 对 有写自言的 这一份讲义表 大家看着表 有没有办法把这六种关系 把它背出来 有没有办法 看这个表 因为呢 自言它是提出的是有三组概念 来谈种子六异跟因六异 那从因六异当中 有三个主题 对不对 第一个主题是什么 第一个主题是体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主题是体 第二个主题是什么 用 第三个主题 圆 圆 大家要掌握这三组概念 因六异当中 既以这三组概念来做 更详细的分类 那从体上面来说 分成什么 有体跟五体 对不对 分成有体跟五体 那从用当中呢 一个是有力 无力 所谓的有力就是说 这个种子是有力量 可以现行的 这个叫做有力 无力就是说 这个种子没有力量 让自己现行 起现行 这个叫做无力 那假如在圆上面呢 圆当然指的是外圆 对不对 圆上面呢 也是有两组 一个是什么 代圆跟不代圆 代圆就是说 我需要等待外面的圆 很多圆 不是只有一个圆 要等待外面的 很多很多的种圆 来激发这个种子 来帮助这个种子 然后让这个种子 能够起现行 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我们先看了那个体 从体上来看 这个体呢 分成有体跟无体 是不是 那所谓的 无体 就以一个空 来代替它 表示它是无体的 那我们怎么样理解 这个无体的概念呢 也就是说 这个种子的体性呢 它是空性的 这个叫做无体 但是呢 对于这个有体 又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这个里面 大家回去仔细的想一想 这个有体跟无体 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 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 就体性是空 所以谈无体 这个我们容易理解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体性是有 什么叫体性是有 那是什么意思 体性既然是空 怎么又是体性会是有呢 这不是矛盾吗 对不对 那事实上这个体性是有啊 它在整个这个概念里面 它包含两个层次 大家不妨用这两个层次来做理解 第一个就是指的是 如来脏体是不变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 所谓体性是有 如来脏体是不变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如来脏之体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层次是什么样去理解它呢 它代表就是说 我们的真如本体 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脏体当中 清静的这一部分 我们的真如本体呢 它是随着随缘而显现出诸法 所以这个叫做有 叫做有体 那这边是不是就包含 这个有体包含两个意识 对不对 一个是指的是 一个指的是如来脏体的不变 这是一个有的第一个层次 那第二个层次呢 说的是我们真如的本体随缘 随着外缘 重缘呢 在因缘成熟之下 而显现出来的万法 各种不同的万法 这个叫做有体 好 那从用就是有这个因 就是这个种子 它的作用力强不强的意思 那作用力强这个叫做有力 作用力很弱 甚至没有办法激起这个种子的话 那这个就是无力 这个大家很容易去理解 那带缘跟不带缘呢 当然就是等待重缘 有些不需要带缘 而就能够现行的 有没有 那我们就说我们的种子六亿当中 哪一亿是不带缘而就可以现行的 不带缘可以现行的 有两个东西 有两个种子的特质 哪两个 我们这个表上很清楚的有告诉我们 不带缘而就可以现行的 我们就看因缘 是哪一个 叉辣灭 对 种子六亿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种子六亿的种说 第一个那个义理 叉辣灭 那另外一个不带缘是什么 性决定 那什么叫做性决定 什么叫做性决定 性决定的意思就是说 从因到果 有一个因对不对 会产生一个现行的果 对不对 因跟果 它的性质是同一个性质的 也就是说 A的种子会产生的果是A的果 不会产生出B的果 或C的果或D的果 它是同一个性质 种子 种子所现行的果 跟种子本身的性质是一样的 是同类的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做性决定 种子的性已经决定 所呈现出那个果 这个本性已经决定了 所以不带缘有两种状态 一个就是性决定意 你的种子是什么样性质的种子 所以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果 苹果的种子不会产生橘子的果出来 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插罗灭也不需要带缘呢 插罗灭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 即生即灭 那刚刚那个班长有说 是什么即生即灭 是六世即生即灭 这个是最纯粹的 为世的说法 我们眼耳鼻舌生意 那个世体 生了就灭 生灭几乎同时 生灭几乎同时 它不带缘的 其实这个就是无常嘛 是不是 这个就是无常 所以在于潜师帝论 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谈到 于潜师帝论有谈到七种音像 七种音像 这个就是于潜师帝论所谈的 七种音像当中的无常为因 所以插罗灭说的就是 所有无常现象的根本道理 即生即灭 即生即灭 即起即灭 六世 我们的六世跟尘世相处的当下 即生就即灭了 然后那个相续很快的上来 所以你会一直觉得说 它就是存在的 事实上它已经生生灭灭的 无数万亿次了 这个是菩萨所能够见的境界 佛菩萨所能够见的境界 我们心态初 没有办法看到这个 即生即灭的 这个插罗灭的意思 好 这个是代元跟不代元 我们不代元就已经 种子六亿可以包含到两种 一个是性决定 对不对 就是因跟果是同一性质的 这个叫做性决定 那另外一个是 插罗灭就是 现行 现行跟灭坏是同一 几乎同时 同时而现 同时而生的 这个是插罗灭 那讲到重道 要需要代元 代元就有四种状态 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 从果具有 果具有 果具有来说的话 它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形成果具有 对 它需要空 体性是空 然后它需要种子 是有力还无力 有力的 然后呢 它还需要一个是 代元 代因元 空 有力跟代因元 具有这三个条件 才会成立的果具有 所谓的果具有 也就是说 它的因跟果 事实上是同时存在的 也就是说 我们所见所知 然后所学所看 事实上 无论你的性质是什么 那个因 已经造成后面的果的存在 果具有 它不会相与离的 这个叫做果具有 那这个果具有呢 是在代元的情况之下 那不代元呢 同样的刚刚我们说 这个因的条件 而不代元的话 是产生什么样的呢 是产生哪一种现象 哪一个果 种子六亿的现象 代元上面 刚刚我们谈到果具有了 那另外一个 代元 而变成完全都要代元而生的 完全都要代元而生的 就是前面我们的两个条件是 没有力量的 对不对 就是因的条件没有力量 然后它的体性又是空 所以就完全需要带外元而能起的 这个叫做带众元意 就是等待众元而能够生起它的果相 那以一切式地论来说呢 它就说得于元 得到于其他的元 得于元为因 这个就是无力 就是没有作用力 而体性是空 但是完全要代元的状况之下 叫做带众元意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有体这一方面 有体这一方面呢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性决定 性决定是什么样 什么决定 什么样的性决定 因跟果是什么 同一性质的 这个性质是决定的 这个叫性决定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影制果呢 影制果需要哪三个条件 有体 有力 还要代元 对不对 有体 有什么体 对 有这个真如本体 然后呢 种子有利用 它的种子本身就具含的那个力 大家可以就这样的一个理解 有时候我们在心里面 对于某一个事情 会有一个 一种渴望去做它 有没有 你会很想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那个事情 你想做 但是还没做 那个就是你的因的种子很强 这个就是因 种子力是有利的 那有时候我们想渴望去做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讲 会产生好的结果 也有可能对我们来讲 产生不好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带种源的时候 那个种源也很要紧 好 那个因是有利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带源的情况之下 引至果 引至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所引现的这个果 比如说我们的因 引现带了很多源 而引现了出一个果 大家看到我们有因对不对 然后有源才能够产生果 对不对 那这个引至果的意思呢 你看哦 这里有一个因的性质 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的外源 有很多的源 促成了这个因 生成一个果出来 生成一个果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三种不同性质 对不对 一个是因的性质 一个是很多源的性质 而这个源一一直到源 N加一 这许多源的性质 有没有一样 没有 源一 源二 源三的性质 都不一样 所以它才会分成不同的因源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一个因的性质 有一个源的性质 而最后产生一个果 果是不是本身 它也具备它自己本身的性质 对不对 好 那我先要问你 大家说的引至果 引出自己的果 这个因呢 因为受到源 而引出自己的果 那这个果是什么样的果 是跟源同样的性质的果 还是跟因同样性质的果 也就是说 假如从性质来说的话 因的原的性质是跟 果的性质是跟源相同 还是跟因相同 对 这个就是引至果 引出跟因相同的性质的果 这样了解吗 也就是说不能跟源的性质一样 不是跟源的性质一样 所以源它是一个 一个类似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什么 助燃气 一个激发它的 一个作用而已 可是它的果呢 因果是同性质的 同质的 是这个叫做引至果 好 那我们的引至果呢 它需要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有体还是五体 有体 然后有利 还有一个 还有带源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源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引至果 它不是 首先的果跟源不是同类的 是跟它的因是同类 这个叫引至果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最后一个 恒水转果 种子六亿 最后一个恒水转 恒水转呢 说的是什么 恒水转 大家看这个表的话 它是 有体还无体 有体 有如来脏 有如来脏 这个如来脏 这个如来脏 是不变的 那它的因呢 是有力还无力 因 无力 但是 它带众源而起 这个叫做恒水转 也就是说 诸法 每一个法 它 成为果而现行 而成为果而现行 这个利用是从哪里而来 它可以变成果 就是说 有一个法产生了 而这个法所产生的呢 它能够现行 它是因为什么因素 而能够引起它的现行的 是什么因素 带远 带远嘛 对不对 它的用 它的因之利用是 无力的嘛 所谓的无力 就是说 它呢 本身 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作用力 而不是说 没有作用 是没有非常强烈的作用力 它大部分的那个比例呢 都是靠着带圆而起 这个叫做恒水转 是叫恒水转意 所以 像这一个 因六异 因六异谈的就是说 种子现行 需要什么样的六种状态 对不对 那种子六异呢 谈的就是说 这个种子当中 它不同的意涵 到底具备了哪一些 但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 认为说 种子六异就是说 有些种子具备这个条件 有些种子具备那个条件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同样的 同时具备这六种意涵在里面 种子六异 同时具备的 创染灭 性决定 引之果 洪水转等等 这六种意识在里面 那因六异 是不是也同时具足呢 还是分开具足的 就是有一就没有二 有二就没有三 是哪一种状态 因六异是不是同时具足 还是个别 个别条件产生的 个别状态 你们会选哪一个 选同时具足的举手 只有一个 两个 那选三个 选不同 不同时间产生不同的状态的 一位 其他的呢 两位 其他呢 其他是怎么样 有时候同时具足 有时候不同时具足吗 对 其实是同时具足的 这因六异当中 总之六异当中 谈的都是同时性 都是同时具足的这因六异 那你们又会想说 那同时具足到底哪一个强 记得有六种 不同状态 对不对 那哪一个强 要是要看因缘而起的 只有诸佛菩萨能了知 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 我们所知道的是那个果 显现以后 我们承受那个果 善果我们很高兴 然后恶果我们就垂头上去 就很痛苦 我们看的是最后的那个苦受或热受 而诸佛菩萨看的就是什么 是整个构成那个果的因 是如何的造成的 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众生为果 菩萨呢 为因 因为他就看到这个因当中 如何产生那个果 那我们要学习当菩萨 要从因地下手 从因地下手才能够掌握那个果 果是我们希望的 正向的 善的 因缘之果 好 这个这一个表格呢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忘记 常常拿出来看一看想一想 因为这个对我们阅读 我们华元经会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以后要理解到十玄门 这个是十玄门理论的基本基础之一 所以六项圆融的概念建立好以后 十玄门才因此而展开的 好 我们现在呢 请大家拿起我们上一次还没有说完的 讲义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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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义第二十一是英门六义 讲的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讨论的 跟大家复习的这个种子六义跟英六义 它的之间的义理是什么 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是第五 引治果 对不对 那引治果是什么意思 刚刚有讲引治果是引什么的果 引什么 对跟自己什么 同类之果 引治果 所现的果呢 是跟因同一性质的 而不是其他圆的性质 叫做引治果 好 那这个引治果呢 在这里它是怎么解释的呢 按引治果而有 有就是体性是有 然后因是有力的 而且它是代元的 而引治果讲的是种子呢 只能引起自类的现形 引起它自己的性质 那一类的现形 能引起自类的现形 所以这个体是有的 所以叫做体性是有 而且能够引伸现形 表示它的因是有力的 有作用力的 但是呢 这个作用力 能够引起自类的 它需要需要条件 外在的条件成熟的时候 来引伸它 所以需要条件而生 这个叫做代元 所以引治果 它需要有三个层次的条件 就是它的体性是有 然后它的因的作用力 是有力的 但是它还是需要代元而起 那以仪权式律论来说呢 它说的是什么 相称相顺为因 有就是说 因跟果当中呢 是同类性质 因为同类 所以叫做相称 而相顺呢 顺着重元 所吸引的重元 而生起这个现形 这个叫做相顺 好 最后一个横水转 我们刚刚也有讨论到 横水转 它有三个需要的条件 一个就是体性是有的 而因呢 却是无力的 所以它需要代重元 它代元而生 所以它横水着 元而转 横水转讲的是种子呢 永远在仗势而存在 因此 它的体性是有的 也因为依赖于仗势 不能违缘 不能违背那个缘 本身没有作用力 所以它必须要代元 它藏在我们的仗势里面 而代元而起 代元而生 这个就是以后置性为因 以后面的能够影响它的元 为作用力而生起这个现象 这个叫做横水转 所以下面就有谈到说 我们刚刚所说的 你看看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表 因门六意体现出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是一种世事都能够融合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 因为由空跟有意固 吉相吉门也 空跟有 这个城市谈的是哪一个 是谈的是体 体性的空跟有 所以才有相吉门 有没有 我们的十学门已经出现在这里 我们十学门谈的就是相吉相入 所以从体上而说有相吉门 而体上而说分成有体跟无体 而有相吉门 而有有力无力异固有相入门 所以这个相吉相入它是就两种不同层次而论的 对不对 相吉是从体还是作用力来说 体 那相入呢 用 从它的利用而说 利用就是每个不同的因 不同的缘互相所能够产生的那个力量 这个叫做利用 有代缘跟不代缘故 所以有同体一体门 那大家要注意 我们十学门上 我们在我们第三册 第三册会讲那个义理分歧 义理分歧当中 就常常有这三个专有名词 华言中的专有名词 大家把它画下来 第一个专有名词是什么 相吉 第二个专有名词是什么 相入 第三个呢 同体一体 是不是 这三个把它画下来 为什么呢 好 为了增加大家的印象 我们把我们的冠科拿出来 我们这一本华言玄坛的冠科 在冠科当中呢 请大家翻到义理分歧的表格 义理分歧的表格 表格第十三 好 有找到了吗 这个义理分歧的这个表格 大家看起来好像只有三个很简单的表格 事实上它里面所蕴含的就十玄门的义理都在里面了 那我们从中间的那个表格来看 十玄门为什么能够圆容无碍之音 这里有总共十个 对不对 从第一 第一是为心所现 对不对 那第十个是什么 神通解脱固 好 那在这个从一到十当中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 大家看表格的话 哪两个特别重要 缘起相由跟法性融通 对 就是这两个就是我们十玄门当中的主干 十玄门当中最重要的这两个因素 那第三项是缘起相由 那说的是什么 第四项讲的是法性融通 对不对 那我问大家 缘起相由大家看一下 他说的是体还是相 相 对不对 那法性融通说的是什么 体 是不是 我们刚刚就已经谈到 有体无体 有没有 就是什么 有体无体说的是什么 什么门 相及还相入 相及 那有用无用说的是什么 相入 利用就是相 有利用就是相 然后有代言不代言就是同体 一体门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缘起相由顾 它里面有十个小 十个小主题 第一个小主题 有没有 大家找到 有没有找到同体一体 有没有找到 有 有看到同体一体 对不对 同体相入 也有 同体相及 也有 玉体相入 也有 玉体相及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 有代言不代言 有同体一体门 指的就是这里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观念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步一步的从基础上来了解 那等到大家学到这个 意理分析的时候 你的概念就会很清楚了 对 这个表说过 但是我要重复的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表懂了 你实学门就懂了 这个实学门就懂了 而且呢 你要看我们缘起相有 这上面 它 从一到十 对不对 从一到十 当中 它要分成三大段 第一大段是 一二三是一段 四五六是一段 七八九是一段 然后最后 同意圆满 对不对 所谓的同意圆满 就同体一体都是圆满的说 这是结论 那为什么分成 这三段段到时候再跟大家解释好了 好不好 大家就知道一下 所以 我们的阴门六亿跟种子六亿 请大家虽然不熟悉 但是还是放在心里 还是慢慢的放在心里 以后我们学起这个实学门 什么相集 怎么相入 然后又怎么样互相行夺 大家谈起来就会觉得不那么陌生 也不那么难以理解的 好这个就是我们介绍阴门六亿 这个阴门六亿事实上我们是用我们的五台三的这一个 就是介绍那个智炎 我们的二祖智炎 它如何利用六项圆融而谈到我们最后的法界缘起 所以你要谈法界缘起这个六项圆融就很重要 而这个六项圆融里面 它就借用种子六亿跟阴六亿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它可以缘融的道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上个礼拜所介绍的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华言经的这一份讲义 华言经的这一份讲义呢 那个智炎接受完毕了 现在要谈到三组法杖的 三组法杖也就是华言经讲义的第九页 华言经讲义的 五台三讲义的第九页 大家找到了吗 找到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我们到了三组法杖 它有更进一步的对六项圆融的阐述 而且跟提升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根据智炎 我们二组智炎的理论 它用三性门 我们黑板上所说的三性门为理论基础 它这个三性门的目的说明是在哪里呢 它是要说明理跟理 就是真如之理 与理与世 真如之理与世相之间 都有六项的相及相入 就是说这个六项 我们刚刚说的总别同意成坏 这六项都可以相及 也可以相入的 相及就体而说 相入就作用力而说 都有这六项的相及相入 那它以这样的方式来说明理跟世 无碍的互动作用 所以因为它提出了三性门 就把六项圆融从种子六欲 因六欲 它是以基本上 对不对 种子六欲跟因六欲是一个等于是基础架构 自研完成的基础架构 然后删除法杖 它就把这个基础的架构 提升到理跟世当中 是如何可以互动 而且可以说是圆融无碍 所以这个理论 是从它的三性门而来的 从这个种子六欲 还有因六欲当中 提升到三性门 就把整个六项圆融的架构 给它完备化了 到了三组就完备了 那我们三组法杖 跟志研他们是师徒 那初主杜顺跟二主志研是不是师徒 是不是 也是 法杖 那个志研 很小的时候 十二岁的时候 杜顺就到他家去 跟他妈妈讲说 这孩子是我的 你把这孩子还给我吧 这个是不是素适有缘 对不对 时间到了 就自然去找他了 然后他妈妈呢 我们这个志研的母亲呢 也就把孩子 让杜顺给带走了 对不对 这些都不是平常人 平常人的母亲怎么会舍得 是不是 但是他知道这个孩子跟一般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初主跟二主是师徒关系 然后呢 二主跟三主也是师徒关系 那我们的三主啊 法杖他不是汉人 他是康居人 他不是汉人 他呢 很聪明 他出家的很晚 他出家的很晚 可是一出家呢 就变成全国最大寺庙的住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早很早 也就对华严经有兴趣 十七岁的时候就到了志研 他的门下跟着志研学习 那志研非常的疼爱他 志研非常的疼爱他 可是在志研走之前呢 这个我们法杖都没有出家 都没有出家 那他们师徒的感情非常的好 在志研呢 他走之前 他就跟他的弟子说 以后啊 能够继承我的法脉的 就只有法杖这一个人 那志研还有一个徒弟 很出名的 这个徒弟呢 叫做义乡 他是一个韩国人 都知道是谁了吧 义乡是谁 是韩国华言中的出主 是韩国华言中的出主 所以志研培养了非常多杰出的弟子出来 那这个法杖呢 他就接续了 接续了那个种子六义 因六义的这个基础架构 然后再提出三性们 那三性呢 是哪三性 我把这个表格画在这里 我把表格画在这里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讲义 一边对照这个表格来看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讲义 三性呢 是色大圣论中所讲的 那三性啊 第一个是原成实性 依他己性跟便迹所执性 便迹所执性 那这三性我本来想说 也做个讲义跟大家介绍 但是我觉得啊 我们因六义 种子六义都已经搞得很糊涂了 现在暂时不要再把这个三性介绍给大家 不然会更乱 等到以后 以后我们还会读到 在我们玄坛当中还会读到 读到这个三性 所以到那个时候 我来跟大家再介绍 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讲义第九页 三性呢 是色大圣论中所讲的便迹所执性 依他己性跟原成实性 大家都知道原成实性 讲的就是我们的真如体 对不对 便迹所执性 说的是明言 我们明言所执着的 所分别的 那个叫做便迹所执性 那依他己性呢 那依他己性呢 说的是依众元而生 依他依着众元而生的那个性质叫做依他己性 那这三性是为事中的一个基本理论 那法杖呢就依着这三性 这三性来立本三性跟末三性 本三性跟末三性 大家一面看这个表 这个原成实性的本末两意是什么 一个是不便意 一个随原意 也就是说原成实性 也就是说我们的原成实性 他的本三性 本体的三性跟末三性 末三性指的其实就是像 我们起现形的那个像 本三性跟末三性 本三性就指他的本体 这原成实性的本体是不便的 原成实性的本体不便的 而原成实性呢 他的末三性 有的时候他的像用是什么 他是随缘的 原成实性是随缘的 然后依他己性的本体呢 他的本质是无性 无性就是空性 对不对 依他己的本质就是空性 但是呢在现象界而生 现象界不是万法就生了吗 对不对 现象而生呢 他是有的 而这个有是真实的有吗 不是 他是看起来像有这么 这个现象有这么物质 但是他是是有 好像是有 事实上他本质是空的 所以叫做是有 那这个便记执性呢 便记所执性呢 他的本体所说的 他的本 他的体相所说的是理无 无性 一个上面是无性 对不对 便记所执的 便记所执的 那个本性来说呢 是理呢 那个理事实上是空嘛 所以叫做理无嘛 但是呢 以现象界来说呢 是情有 为什么叫做情有 而不是室友 室友讲的是客观的存在 那室友讲的是我们 主观心事上 所执着的那个状态 这个叫做情有 但是大家假如回去 查一下那个 佛光大词典 他说到这个本三性 末三性 他也有这么一段的解释 我那时候写这个的时候 不是看那个 佛光山的那个 佛光山大词典 他在这里 我是觉得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那个是一个 一个误解 就是说他认为便记直性 是理无情无 那个情有 他把它写成情无 那我觉得这个无 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错别字 应该是情有 由我们的世心 所执着而有 叫做情有 那本三性 有这三种不同的性质 大家从直的来看 有没有看到 我就说 这三种性质 他从体性来说 有这三种 哪三种 第一个是什么 不便 第二个 无性 第三个 理无 所以事实上 这个本三性 是不是说的就是真如 就是真如本体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概念来理解 真如本体 第一个 他是不便的 第二个 他是什么 无性 也就是空性 对不对 第三个 他的理无 不要执着那个理 真如之理是无的 好 那墨三性呢 他也有三个特质 一个是随缘 室友跟情有 他说的是现象界 就是我们的现象界 也就是说 本三性说的是真 那墨三性说的是什么 旺 说的一真跟旺 那我们华元经最喜欢说的下面的这两句话 真该旺末 旺策真元 有没有 这个真指的是什么 真如之体呢 该 该设于 该设于旺 旺就是我们的现象界 现象界 所有的现象界当中 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现象界当中呢 都被真如之理所含设在里面 要了解吗 这个叫做真该旺末 那从墨三性而说呢 是旺策真元 因为墨三性说的是我们的现象界 不是本体界 我们的现象界就有很多染污 所以称为旺 那这个旺呢 所呈现出来的万法呢 事实上 它本身也可以直通于最高的那个真如本体之元 这个叫做旺策真元 即使在虚旺的万法当中呢 它所显现的也就是真如本体最高的本元之所含设在里面 这个叫做旺策真元 而最后呢 最后法上要导入的是什么 要告诉我们就是说 性跟象 性就是本三性 跟墨三性 所代表的这两种状态 就是互相融通无碍的 这个是不是 一个是 礼 相是不是 是 所以这个是礼跟是之间是无碍的 这个叫做礼是无碍 好 我们现在先说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先来共同把华言花言文的第二三段把它念一念 好 请大家一起合掌 南魔譬如教主 华藏持尊 言宝记之经文 勿然喊之欲轴 沉沉混入 叉叉圆融 十兆九万五千四十八字 一圣圆教 大方广佛华言经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照 常愿供养常修敬 祭祝久会佛菩萨 常愿正入常宣说 五周四分华言经 常愿供养无修先 九十差尘菩萨众 常愿悟入常宣说 大方广佛华言经 请大家一起合掌 我们共同读诵华言花用文 福宴地址 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眼中常见如是经典 耳中常文如是经典 口中常诵如是经典 手中常书如是经典 心中常悟如是经典 愿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常得清净 华藏一切圣贤 常蒙华藏一切圣贤 慈悲色受 如今所说 愿惜证明 愿如善才菩萨 愿如文殊师利菩萨 愿如弥勒菩萨 愿如观世音菩萨 愿如辟遮纳佛 好 请放长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的五台三讲义的第九页 继续来把刚刚所说的本三性 末三性把它完成 好 刚刚那个表 大家已经都抄了 所以请大家一边读这个文 然后一边对着那个表 这样可以加深印象 这个三性是色大圣论中 所讲的便迹所执性 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 也是维世中的一个很基本的理论 那我们法藏呢 他就把这个三性 把它分为本三性 就是说这三性的本体跟末三性 也就是说由这三性所起的相用 原成实性的本末二意呢 是不变和随缘 也就是说原成实性 他的本三性 他的本体之意是不变的 那他的末三性 那个末呢 指的是他的相 一体起相的那个相是随缘的 而依他起性 他的本三性是无性 末三性是四由 那便迹所执性呢 他的本三性是礼无 那末三性是情有 也就是刚刚我们那个表格所说的 那么本三性就有三种意涵 一个是不变 一个是无性 一个是礼无这三意 而末三性呢 则是随缘 是有跟什么 情有 那这些呢 这些义礼啊 都强调的是什么 是我们现象界 他背后的那个本体 这个本体指的是本三性 还末三性 本三性 对 指的就是本三性 现象背后的本体 就是我们本三性 他所含的是什么 有三个义礼 一个是不变 一个是 无性 一个是 礼无 这三个特点 大家要记得 因而 这个本体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三个义礼 不变 无性 跟礼无 因而是 同一 无别的 所以呢 因为这是 有这三个义礼 在里面 所以这个现象背后的本体 是同一无别的 那末三性 则是什么 不动本而长末 不动本而长末 我有把这个写上去吗 不动本 好像没有 我把它忘了 大家把它加上去 不动本是 加在那个 本三性那边 就是礼无下面 不动本应该是 在礼无下面 是不动本 指的是本三性 而长末 长末指的是末三性 不动本而长末 所谓长末就是说 这个现象界 自万法所起 它是依体而起 依本体而起的 所以这个叫做不动本 而长起 现象界之万法 这个叫做不动本而长末 那这句话呢 强调的是什么 是说 在本体 本体的前提之下呢 由本体所显现的现象 也是同一无别的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什么叫本体的前提下 由本体所显现的现象 是同一无别的 现象有没有别啊 有别 千差万别 所以成万法 对不对 可是他为什么说 同一无别 为什么他结论又说 是同一无别的 为什么 说的是 在本体的前提之下 又是约本体而说 约体性而说 不是约相而说 本三性为真 末三性为旺 相互之间也是融通的 不能区分的 也就是我们华言经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slogan 对不对 常常看到这一句话 真该望莫望彻真缘 这个真如之理呢 该是该色 寒色 寒色于所有的旺末 就是说现象界所呈现出来的旺法 因为它是从本源而来 所以叫做末 而这个旺法呢 是由我们的世心所显现的 所以叫做旺 不是由真如而现的 是我们世心所现的叫做旺 而这个旺呢 事实上也含色在真如本体当中 这个叫做真该旺末 那旺策真缘呢 说的就是我们的现象界 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旺法 或者是染无性或者是亲近性 事实上呢 它那个本质也就是在真如之缘当中 所流露出来的 这个叫做旺策真缘 那性跟相 性就是真 相就是旺 性相融通 也就是说 真跟旺 是互相融通无碍的 没有障碍 所以呢 如果从总的方面来说 这三性 也就是我们的原成实性 依他起性 跟便迹所执性呢 也就是融合无碍的 所以后面呢 就有一句 一句结语啊 总说者 就总体而说呢 三性一记 举一全收 大家注意到 举一全收 跟三性一记 事实上都是我们很标准的 华言语言啊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区分成三种不同的性质 原成实性 我们认为是说最圆满的 那依他起性呢 我们认为说是万法 本质是依他而起的 那便迹所执呢 是我们世心所现所执的 可是这三性呢 事实上也是一记的 所谓的一记就是互融无碍的 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你举一性 事实上就已经三性 全部收在那一性当中 也就是一含三 三合一 一合一含三了 真旺富融 无论是真是旺 事实上都已经互相融合在一起了 性无碍 体性无碍的 体性无碍 那上面呢 说的是法障以三性 就理论来说呢 来完成了六项圆融的架构 论述的架构 那下面呢 这一段说明的是 法障呢 他是以实力 他非常的聪明 而且非常的懂得教学 他是用实力 用实力来说明六项 在学理上的推演呢 事实上已经玩尽了 所以学理上推演也不太需要了 并且而且会生动的描述六项 比如说法障呢 他讲那个金诗子章的时候 他就用金诗子来说明这六项 等一下我们会说到 那这个金诗子章是 法障呢 在那个 在皇帝的那个大殿上 对谁讲的呢 对五则天讲六项圆融 他就是以这个大殿上的金诗子为例 来说明这六项圆融的关系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那法障在六项跟因六意当中 我们刚刚有学过因六意 对不对 有三种不同的条件 体性 对不对 作用力 还有一个是什么 圆 代元 不代元 说六项跟因六意当中 他做了怎样的融设呢 他就说 此六意以六项融取之 此六意指的是什么 这句话 有两个概念在里面 此六意指的是什么 因的六意 因的六意 以六项来融设 来理解他 为融六意为意因 是总项 就是说 把这个因六意呢 全部融为一个因 这个说的就是总项 那开这一因 为六意 开这一因 把这个因开成六种意理呢 就是别项 那六意其名 这六意是因六意 这因六意 其名因 这个刚刚上个礼拜 有跟大家讲 这个斗点是不对的 有没有 斗点要把它拿过来 六意其名因 斗点 是同项 这样了解吗 我这个没有办法改 因为这是PDF档 大家把它改过来 六命其名因 斗点 是同项 那 就是说 这因六意呢 都叫做因 那这样子说法呢 就是表示 它是同属于因项 指的是同意 因项的意思 那这因六意呢 各不相知 这因六意 各不相知 所谓因六意 不相知 这个知呢 指的是 不会互相的影响 不会互相的渗透 不会互相的起作用的意思 就是各就各位 每个人都乖乖的 在他的本体 本性上面 各六意 各不相知 是意象 由此六意 因等 得成 因为由这六意呢 所以 这个因等得 就成就了这个 因六意 之相 叫做成相 那六意各注置位 就是坏相 他指的就是说 成跟坏 是怎么说法呢 就是说 以这个因六意 把所有因六意的各个意理 成就了这个因六意的总体性 总说 总理论 这个叫做成相 就是说谈到因六意 我们就要谈 什么有利无利 有缘无 代缘不代缘 然后体的有无 就变成这因六意 对不对 就有这种六种不同的因六意 然后这个整个加起来 就是因六意的总体论述 这个就是我成相 那六意呢 这因六意 没意 有体无体 有缘无缘等等 各注各位是坏相 所谓的坏不是崩坏的意思 不是从总相崩坏了就坏相 而是说 他自己就守住自己的位置 比如说 A是A B是B 各注其位的时候 就是坏相 他没有结合在一起 总成一个大理论的意思 就是个别个别的说法的意思 这个就是坏相 那同样的呢 在理事无碍的六项当中呢 我们的字眼呢 是以因六意来说 因六意来说理事显六项 而法杖呢 他不一样 法杖用的方法是六项容六意 六项容因六意 有时候说我们的总别同意成坏 这六项来容设因六意 所以呢 法杖在阐释六项的时候呢 多是以圆容的角度来说明六项 好 这个就是我们法杖的贡献 那现在到了我们的成官 我们的清凉国师 我们读书超 我们真的要感谢清凉国师 我们是站在清凉国师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来看华眼睛 来误入华眼睛 那六项思想 演变至成官的时候 成官就跟我们的法杖 他没有师徒关系了 他们之间好像差了二十几年 二十五年左右吧 以前我曾经发给大家一个表格 有没有 就是首会的 在每个时代 那个谁谁谁 那个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很多端倪出来 那六项的思想到成官的时候呢 成官呢 我们清凉国师所说的呢 就是要从理事无碍 因为法杖 他说的是理跟事的无碍 我们刚刚说性向无碍 就是理事无碍嘛 对不对 那到了事主的时候 他更高了 他更高一阶说的是 事事无碍 那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大胆的 而且是终极的说法 与六项圆融 他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我们的成官就认为呢 无论是事或理 都不可以只执着于理解其基本意义 不能说我只去理解事 或者理解于真如之理 不能这样子 而应该深入了解理事当中 事事当中 或理跟理当中 互相的关联性跟绝对性 所谓的绝对性 他称的是理 是理是真如是理体方面 关联性说的是相用方面 关联性说的是相用方面 那产事六项圆融的理跟事 再因理事相容 进一步成为事事无碍法界 因为有这种事事无碍法界 到了成官这里呢 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六项圆融 跟理法界 事法界当中的整个论述 他的基本架构 基本上就非常的完备了 所以过了成官以后呢 乃至于到我们的五祖宗密 他都没有办法对于这个六项圆融 或是十玄门的理论呢 也就是说华言中的一个 哲学哲理方面呢 都没有办法再提出架构上的增添 或是减损 就已经是非常完净 而且完美了 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当中 那十玄门呢 他的思想就惦记于我们六项圆融的理论上面 所以法上最后呢 他就告诉我们 十玄的缘起呢 应以六项而会通之 十玄门呢 你如何要了解十玄门呢 还是一样 要从六项来圆融 来看他 来理解他 好 这个就是我们花了大概三次的时间 来说明六项圆融 而这个六项圆融呢 为什么谈六项圆融 因为我们不是在学我们的 我们的第六项 我们的因十玉的第六项嘛 对不对 学了好久 从我们疫情复刻以来到现在 一直都还在学我们的因十玉当中的第六项 第六项是什么 张地位 好长的时间 将近三个月 其实上 事实上他的文很短 对不对 可是里面含色的概念很丰富 好不容易 今天终于把张地位说完了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主题 请大家把我们的冠刻 冠刻拿起来 翻到我们的书文 书文的第七页 我们先看冠刻 然后再来读真的书超 因为书超里面的解释很多 书文的第七页找到了吗 对 说顺行 好 我们看书文只有很短很短 非常的短 那这个说顺行一直到最后 最后第十 第十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 第十 历经后 对不对 这个是在第几页 第八页 这个第八页 从这个第七 说顺行到第十项历经后 我们有讲义 那这个讲义是第几个讲义 大家知道吗 说顺行是第十 第十份讲义 就是这个第十份讲义 所以呢 大家在学习我们的说顺行一直到历经后 请第十份讲义都要带着 都要带着 好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看我们的书文 先把整个说顺行的内容看一看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依着讲义详细的解释 都翻到了 书文的 我们的冠科 冠科书文第七页 好 我们来看看说顺行 欲登庙位非行不接 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修行 一个要有实践才能够接 就是到达的意思 故君子不患无畏 患己不利 所以君子他不会担忧自己 没有所谓的社会地位 或者是没有所谓的权位 忧心的是什么 忧心的是自己没有立足于 所谓的社会 或者说没有立足于人群当中的 那个内涵跟实力 所以叫唤己不利 行义有两种 我们这边所谓的行 有两种行 第一个是顿尘诸行 你看又来了 一行一切行故 然后这个是总说 接下来就拿比喻告诉我们 十柱品说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等等 这个就是一行即一切行 那普贤平行又说 一段一切断 这些都说的是顿尘诸行 那另外除了顿尘以外 还有一个变尘诸行 取其行步 大家想到 假如说 这个变尘诸行的话 说的是行步的话 那上面这个顿尘说的是什么 是圆融 还是圆融跟行步们 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重点 位置大菩提心 大菩提 这里有没有 大菩提的什么 心体 心体相的功德 乃至等觉中行 所以这个行步说的是什么 说的就是说 我们从出发心 至大菩提心 就是出发心 出发心是指 哪一个行步门的位阶 实柱的出柱 出柱叫做什么 发心柱 从出发心的发心柱 这个时候 才有我们的那个资格说 我要修大菩提心 了解吗 在我们之前 在实柱的 这个发心柱之前 修的是实性位 对不对 那在实性位 事实上都对大菩提心的体相 功德都不了解 事实上还没有资格说 我要修大菩提心 到了实柱的出柱 发心柱的时候 才开始真的是真修行 而且修的是大菩提心的体相跟功德 所以在这里 大家要有断句 这个是体是一个 大菩提心是一个主题 然后这里 体是一个 相是一个 然后功德是一个 是不一样的 大菩提心的体相功德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说 乃至等觉中行 所谓的变成诸行的行 就是从发心柱 要修大菩提心 乃至于等觉 妙觉当中的行为 诸多的行门修行 实践之行 这个叫做变成诸行 此二无碍 例如未说 此二无碍 这个二指的是什么 此二无碍指的是什么 二 以我们这一段来说 指的是什么 不是 顿成跟变成 对 但是我们在读这个文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它所指的是 这个文的顿成跟变成 顿成诸行跟变成诸行 这两个无碍 例如未说 什么意思 例如未 这个未是什么未 在训练里面读文章 例如未说 是什么意思 想想 很简单的 这句话很简单 例如未说 大家看看上面那一段 上面那段的主题是什么 书文六 书文六我们刚刚学的那个大主题是什么 书文第六 我们的书文第六 是啊 这样懂了吗 那个位置的是什么 张帝位 就是说在这个张帝位 这一段当中呢 已经把圆荣无碍告诉你们了 刑部门跟那个 这个圆荣门此二无碍 已经告诉你们 就好像在张帝位当中所说的一样 这样了解吗 读着文章很好玩 是不是 好你看 说圣行很简单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内容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 就先告一段落 现在我们要回到哪里呢 要请把讲义 刚刚说的那个 说圣行的那份讲义拿出来 然后呢 要把我们的书钞拿出来 我们要读书钞 要读书钞才能够开智慧 不要随随便便的把它看过去 书钞第几页 卷二 我们诗之一这一本书钞 这本我们的教科书 这本书钞 卷二 对 卷二二十页 二十页左边算来第二行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比较详细的来做说明 我们重新看我们的第七 第二十页的左边算来第二行 七说圣行者 说圣行者 那在这里呢 为什么把说圣行啊 当成这个因 我们现在在谈因的十意嘛 对不对 在因十意当中的第七意 为什么把说圣行当成一个因呢 那是因为说 就是把能说的言教 把能说的言教当成一个果 要了解吗 我们把说圣行当因 而能说的言教当果 所以因跟果 对着因跟由其果 把能说的言教是果 然后假如不说圣行的话 就没有成 没有办法成这个果 对不对 所以呢 既然没有办法成果 当然我们就是 能够成就 能够成到之日 成佛之日 就永远都没有希望了 所以必须要把说圣行 当成一个因 这样子呢 我们才不会好像是 如属他宝啊 说的都是他家的珍宝 而不会成为自身的受用 好 所以呢 把说圣行者 目的是说 我们要登上佛果的庙位 一定要有行政 这个行呢 说的是行政 一定要有行政 才能够到达 接就是到达 到达那个最后的佛果 这个庙位 佛果庙位 一定要透过我们的行政 所以呢 清凉国师就引这个 君子不患无畏 患己不利 这个是引那个 轮与第四 轮与第四 里面这个我们都很熟 因为我们都曾经读过 对不对 那这个君子不患 就是患是忧虑的意思 我们不忧虑 做一个君子的人 他不忧虑 不忧虑什么 没有官位 或是没有地位 所以忧虑的是什么 忧虑的是自己 也没有办法有安身立命的本领 安身立命的本领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那个本事 要有行政的本事 才有办法达到最后的佛果庙位 好 我们这一段 大家就看到 第21页的 右边算来第二 第二行 21页右边算来第二行 第二行下面 中下面说 就是说前面我们这个 论语第四 君子不患无畏 患己不利 对不对 然后下面还有两句 不患莫己之 求为可知也 下面这两句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君子不担心莫己之 就是别人不赏视我 莫己之 就是不担心别人不赏视我 他所求的是什么 为可知也 就是说求的是 自身具备了才能 而这个才能 足以让自己安身立命 可以具备了被人赏视 肯定的能力 这个就是求为可知也 就是说你具备什么样的本事 能够让人所知晓 能够让人所肯定呢 担心的就是 我们没有这个能耐 不是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 好 那这个下面的包式著约 这个包式事实上 是很久以前的 是一个厚瀚的人 厚瀚的人 他的注解是什么 求善道而学行之 责人之己 就是说君子呢 他是他所求的 他所追求的是善道 是良善之道 安身立命之道 而学而实践 责人之己 这样子做的话 人们自然而然就能够知晓于你的德恨 你的本事 所以这个叫做人之己 好 那这个就是引论语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我们学华言的人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我们没有那一种 圆融形腹之位 但是却要忧虑什么 要忧虑我们自己的正量 没有那个正量的能力 没有那个行政的能力 没有那个正 没有那个正不会有那个量 所以修正行政 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事 是我们自己本身 要去磨练的事情 好 接下来呢 请看第21页的第5行 行义两种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一顿成诸行 然后下面一行一切行故 下面 这里这个顿成诸行 他说的一个 我们刚刚有说的 这个顿成诸行 说的是圆融 对不对 说的是圆融门 当你实践一个 十度当中的任何一度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寒色了 其他诸行在里面了 但是呢 在这个顿成诸行的时候 就有会有引发一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 一行一切行故 假如 假如一行一切行 那这样子说的话 那如何正呢 如何正所以能够断葬修正呢 假如一行一切行的话 那所谓的正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正的位阶都不一样 对不对 既然一行寒色于诸行的话 那又为什么又正的位阶都不一样呢 所以呢 行这里面就会牵涉到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什么 我们所行正的 行正所断的是行不说 行呢 我们的修行 我们的修正呢 是能断 修正是能断的那个力量 那修正的目的呢 是在于清静的智慧 所以智慧既是能断也是所断 好 那在这个一行一切行当中呢 它就会有好多的意涵可以在里面 在这个 这是一个句型 这是一个句型 也是一个观念 比如说 一怎么样 一切就怎么样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 这个一怎么样 我们以X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带入四个概念 第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一行一切行 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 对 刚刚有同学有提到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也是我们常常说的 这四个概念 你都可以把它带入这里面 一断一切断 一葬一切葬 一修一切修 一正一切正 一行一切行 断葬修正 我们不是常常在提吗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它带到里面 那就是一个同样的概念的问题 好 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呢 就是在我们的第二十一页 就是在我们的第二十一页 左边算来第五行 左边算来第五行 颜一断一切断者 就是普玄行品说一断一切断 那颜一切断者 这个样 这就是用电力论 这个 imped suggested it do this 위해서 等取El Excellent 这个臭就是行之所断 这个臭就是行之所断 行我们修正的目的就叫 断臭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臭呢 是我们行所断的 是臭 那一修 一切修 你修一度就是修十度 这个叫做一修一切修 一振一切振 振到了十柱 十柱未满 这个叫做灌顶柱 这个一振一切振 也振到了等觉妙觉位 这个叫一振一切振 下面就提出了 提出一个 普贤行品 我们的普贤行品 出说十句 若成此时 则顿成五十种盛行 这一段说的是 我们的讲义第十 请把讲义第十拿出来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普贤行品 然后再回过头来说 顿成诸行 普贤品 普贤行品出说十句 这个普贤行品说的是什么呢 这前面的说的是 欲己满足诸菩萨行 因应修十种法 为心不弃舍一切众生 然后接下来心不弃舍一切众生是总说 我们六项圆融的总别 下面这个是总说 下面一到十 这个就是下面 其实是九句而已 第十 此集出说十句 这个不包括 我甚至把他编了十 你们应该把他去掉 此集出说的十句 这是一个说明而已 下面的一到九是别说 那所谓心 菩萨心 永远不弃舍于一切众生 第一个别说是什么 于诸菩萨生如来想 于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在修菩萨行的人 都要生出 这一位就是如来 第二个 永不毁谤一切佛法 对一切法心生恭敬 第三个 知诸国土无有穷尽 因为众生无尽 所以国土无尽 无论是清净染污 所有的国土都无尽 因知国土无尽 所以才能够心怀虔诚 于 第四 于菩萨行 深深信乐 对于菩萨所修所行的 必须要有信跟乐 乐就是好要之心 乐于修行 信呢 当然生起信心是首要 没有信如何入修呢 所以信为道元功德本 必须要有信心跟好要之心 对菩萨行有好要之心 才能够精进 有信心呢 才能够去坚持 好 第五呢 不舍平等 这个字是虚空 不舍平等虚空 法界菩提之心 不要舍去永远都不要舍去法界菩提之心 那平等虚空法界是在形容这个菩提之心的特质 第一个平等就是没有分别 虚空就不执着 也就是无信的意思 法界 所有的法界 包括于佛法界所生 以下的九法界都是属于法界 不舍平等虚空法界菩提之心 这个菩提心呢 永不弃舍 那第六呢 是观察菩提 入如来历 第六呢 就是我们要如何产生跟如来等同的利用跟功德呢 当然所修的就是要观察修正菩提 才能够入如来历 第七呢 是精进修习无碍变财 你看第六跟第七是不是相对性的 对不对 第六说的是智力 我们要把自己就像刚刚所说的 君子不患人不己知患己不利 我们要有那个修正的力量跟能力 第七个精进修习无碍变财 为的是度众 所以这个是利于他 前面是智力 后面是利于他 那第八呢 教化众生无有疲验 这也是利于他 可是重点是什么 是无有疲验 不要觉得太累了 众生真的很难度 很多都当阿罗汉去了 都想说我不要跟你们纠缠了 我入我的 出我的三界 自己清进去了 所以教化众生 无有疲验 这是大菩萨的精神 那第九呢 住一切世界 心无所拙 于一切世界度一切众生 可是心无所拙 无怨无悔无求 这个叫做心无所拙 此集出说十句 上面就是说明 说明说 说那个上面所说的十句 普贤菩萨先说这十句以后 修了这十句以后 才能够顿成五十种顺行 好 那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这五十种顺行 下一个礼拜再说 请大家一起合掌 我们来总回向 以此趁经功德 以此发愿功德 愿与世恩三有 法界一切众生 消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界 无量罪够 愿与世恩三有 法界一切众生 解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界 无量冤业 愿与世恩三有 法界一切众生 即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界 无量福治 同有法藏庄严海 供入菩提大道场 好 大家回去各自用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